曾经令全球女性着迷的好莱坞大帅哥基诺里维斯 21号以导演的身份写其处女作《太极侠》亮相干纳电影节 分享了他导演这部中国动作电影的创作历程 从影25年凭借《生死时速》和《骇克帝国》系列 成为好莱坞一线男明星的基诺里维斯 一亮相便为中外媒体团团围住 已经48岁的里维斯当天黑衣黑裤身材明显发福 一代帅哥俨然变成中年大叔 不过转行做导演的他对此似乎并不在意 此番形成他的重点是其导演处女作《太极侠》 《太极侠》是一部取材于中国传统太极题材 融会世界多门派武学招式的动作电影 全程在北京和香港取景拍摄 基诺里维斯自导自演讲述恶魔之王与太极之子间的黑白对决 以及善与恶的人性抉择 李维斯表示希望东西河壁的太极侠呈现出独树一致的风格 为观众带来太极题材久违的新鲜感 《太极侠》将于7月5号登陆全国各大院线